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一小时呢 虽然是有所上升 但是最终依然是遗憾的是收盘呢 下跌了五个点 也也是只有0.1% 现在呢 澳洲股市已经四五次冲击5500点失败 目前始终是保持在5450到5500的区间范围之内 那中国方面呢 在连涨两天之后 昨天上阵指数出现了小幅的回调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也预告着3100点再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上阵指数呢 昨天是收盘收在3058点 深圳方面呢 也是基本上是收在了10800点左右 很遗憾没有上11000点 那欧美股市呢 昨天基本上有轻微的下跌 欧洲方面 英国 法国 德国的跌幅 大约是在0.5%左右 美国方面呢 基本上三大指数里面是两个上涨 一个下跌 但是涨幅和跌幅也都是控制在0.2%之间 在外汇在其他产品上面呢 外汇价格美元指数创下过去7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镑和欧元呢 几乎是天天的在创新低 另外呢 黄金价格继续保持在1250左右不变 石油价格呢 从高位回落 但是目前呢 依然是保持在50美元之上 接着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的是美国昨天发布的9月份会议纪要 以及呢 我们潜谈一下 现在就是新客户入行的一个经验介绍 我们知道呢 昨天晚上美国已经 美联储公布了他们9月份最新的这个会议纪要 大家虽然都知道呢 这个9月份美联储并没有再次加息 那这也呢 使得美联储呢 再一次被人感觉到呢 是把投资者呢 当成了猴再耍 但是投资者呢 依然是大部分的市场和投资者 依然对美联储是保持着深情 虽然这美联储是视市场如粪土 但是呢 市场依然是对美联储是恭敬如兵 这好比呢 就相当于是沉浸在爱情魔力里面的 这个年轻男女啊 虽然一次次的被伤害 但是呢 还是一次次的选择再相信对方 那我们言归正传来看一下呢 这一次美联储又拿出什么忽悠招数来忽悠市场 在9月份的会议上呢 美联储里面呢 已经分成了鲜明的两派人物 其中9个委员里面有3个人呢 旗帜鲜明的已经投出了反对票 就是说应该立刻 现在就加息 那么但是呢 现在依然是大多数人 就是9票对3票 3票对6票 另外的6个人里面 包括了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鸽派人物呢 依然支持呢 希望是再等一等这个就业数据 虽然现在3比6的比分看上去是比较悬殊 但是只要再多一个人 只要再多一个人从6票里面转到选择加息的那一派 那么票数呢 就会变成4比5 这个4比5和3比6 给人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 3比6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倍的人数 但是4比5的话呢 就属于是险胜 那么市场呢 就几乎来说就会认定 美联储呢 现在已经极其动摇 所以说 现在呢 很遗憾的是9月份的投票呢 结果是3票对6票 所以说 现在来说的话呢 选择不加息 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依然是占了多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派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那选择加息的那一派呢 说到 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好转 就业市场呢 也基本符合了预期 如果现在再不加息 那么到时候来呢 很有可能美国的物价上涨 以及通货膨胀数据会高于美联储制定的2%的目标 到时候 如果经济过热的话 物价上涨太快 美联储将不得不加速加息 这样一来的话呢 毫无疑问就会遏制到 这个经济的增长 但是选择不加息的那一派呢 则把这个就业率 以及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飞龙数据呢 做成了他们不加息的理由 说到呢 还希望再等一等 再看一看 觉得呢 这个就业空间 就业的这个数据 还有更一步 进一步这个改善的空间 但是不论他们经济的结果怎么样 市场目前确认呢 或者说市场目前达成的共识 就是11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目前为几乎为零 是11% 但是在12月份动手的可能性呢 目前来看已经高达了66% 就是说市场很有可能觉得 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第一次加息 会选择在12月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个市场方面 我们还在说一下另一个话题 就是呢 我们通常知道呢 很多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 也想强势这个金融投资 可能他们之前在各自领域 比如说在其他的领域 都有非常有建树 也非常的成功 可能我们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我既然在我自己的领域 能够做到这么成功 那我一定也能够把这个成功呢 复制到新的金融领域投资里面去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来看 反而是 如果你在这个行业越成功 相处的这个所处的时间越长 经验越丰富 当你转到投资领域 或者说是交易领域的时候呢 反而做的没有那些刚毕业的 一张白纸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些学生或者年轻人 来的学得快 这个比喻呢 其实就像是 我们开始学车 如果你开始学车的时候 一个是从驾校开始学起 一切都是比较正规 一切比较正式 另一个呢 则是随着父母或者是朋友 当帮你带着学 很多可能在他们看来的经验 在他们看来的窍门 其实呢 是一个误导 反而你用的多以后呢 对你以后自己开车的时候 会造成一定的危险 那交易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中文有句话叫做 隔行如隔山 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您不可否认在自己的行业里面 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有经验 但是并不意味着您在原来的经验 可以同样简单复制在金融或者交易上 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 更多的时候怕就是怕你过于的自信 在原本的行业非常成功 因此把这原本的一份自信呢 带到投资领域 带到金融领域 即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在最后交易时 由于过度自信 往往会产生的比较主观 比较自大的一种情绪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很容易就会下单的时候呢 会头脑发热 或者说呢 过度自信以后呢 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误 而恰恰是那些一张白纸的 什么都没有交易过的 那些谨小甚微的投资者呢 对于投资抱着一种比较谦虚的 或者是比较害怕的态度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 风险保护作用 换句话说的话呢 毕竟我们还是散户 我们是小鱼和小虾 因此我们不可能 豪放的去撒钱 气派的去输钱 我们依然必须呢 谨小甚微 尽量做到呢 能够每天赚一些 买菜钱开始 慢慢的积累 这就是我们散户 所需要做的一个交易态度 那再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方面 澳洲指数呢 在过去几天连涨之后 现在又迎来了下调的时间 这个涨涨跌跌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从高位5500点连冲四次冲不上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一定的下调 而江澳洲指数 现在已经是跌破了一小时通道线 而且始终上不去 虽然是再次测试了5430点 48小时的底线 如果这个5430点能够被保住 那么还好说 如果这个价格被跌破的话 下一个支撑线将会是30点之后 大约是5400点左右 因此今天我们选择的挂单策略呢 整体上就可以在5428的价格 选择挂单卖出 同时呢 如果向上冲 冲上了5470以后 我们也可以 在这个5470选择挂单买入 当然 如果你再保守一些 那就多留10个点的余地 在5480的价格 选择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从上周开始也基本是被压制 在一小时的通道线之下 昨天也是一样 还曾经呢 是一度冲击阻力线 但是目前依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并没有向外突破 所以说 更别提的是 这个一小时能够站稳了 所以今天早上的话呢 还跌破了昨天最低价 曾经是7530的低点 所以现在来说 澳元呢 依然是比较薄弱 我们如果要买入澳元 必须上一小时通道线左右 才能上去 那么今天可以操作的策略呢 买入单就设定在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0.76的位置 到了0.76再去买不迟 而买出单今天呢 我们则建议不去设置 因为澳元目前的日线图呢 在0.7510附近 有强大的支撑力 所以如果0.7510这边 没有得到有效的击穿 暂时呢 我们不宜看空澳元 那再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欧元对澳元呢 几乎也是一样的 欧元呢 现在是欧元对美元 是像吃了蟹药一样 每天向下跌不停 跌跌跌跌 天天创新低 那么昨天也是再一次跌破了 前一天的低点 1050 现在呢 再往下跌下去35个点 几乎来说呢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 朝着1.1的方向去前进 那从现在来看一小时图为例的话呢 目前买入单可以选择呢 在1.1062的价格可以选择挂单买入 那么也就是1.1062 就是再重新往上 我们可以上了一小时通道线再去进场 卖出价格呢 以两种方式来看 激进一些 可以在1.10被打破了之后 选择下方五个点 1.0995的地方挂单卖出 那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那么就再这个 如果你是买入单 买入单的话呢 如果你买入单 说错 如果是你卖出单的话呢 保守一些 再往下多挂25个点 就是1.1突破之后 再往下挂25个点 大约是在1.0975的地方 选择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价格 黄金价格呢 应该来说在过去的七天 都没有太大变化 整体上从1250到1260 上下10块钱之内 已经连续波动好几天了 目前呢 连30分钟压始终是被压制在30分钟 以及30分钟以上的通道线之下 所以如果黄金要上 最少我们参考的价格 就必须是30分钟的通道线 换句话说 以30分钟为例 目前大约价格呢 就是1260 留一块钱的余地 可以设定在1261的价格 选择挂单买入 那么另外在挂卖空单的方面呢 我们则可以考虑在1249的价格挂单卖出 1250就是1250被破了之后 我们留一块钱的余地 如果你非常保守的话 再往下10块钱 1240被打破之后 再去挂单卖出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在澳洲白天时间 还不一定是哪个时间 中国会发布他们的贸易数据 到了澳洲时间 晚上11点30分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 每周一次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之后呢 在晚上不定时的时候呢 英国央行行长切尼将发表讲话 以及到了明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美国将发布他们的原油储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